- 艾多美 簡單來說 他就是一個會分紅的賣場 多了一件事情 跟你所熟知賣場都一模一樣 只多了一件事情會分紅 其他都一樣 那這公司願意把他獎金的35%分紅出來 給我們這些願意分享的消費者 請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被動收入的概念 有沒有誰不知道什麼是被動收入 所以被動收入就是不在職收入 也可以叫稅後收入 稅是睡覺的稅 這是我最... 我真的沒騙你 我真的是稅後收入 因為這是我最近聽到的名詞 最近聽到的名詞 我怕在那邊看不到 好 也就是稅後收入 尤其在中國有些地區的人 會叫他稅後收入 稅後收入可能大家沒有感覺 但是講...我舉個例子 像我有美國的夥伴 我美國的一些愛多美的夥伴 那我們跟美國的時間是顛倒的 也就是我在睡覺他們在上班 然後我們在上班他們在睡覺 有一次呢我就是睡覺 其他就看到我一堆分數 是不是稅後收入 對嘛 也就是美國夥伴在我睡覺的時候 我們睡覺的時間 他上班買東西的業績都跟你有關嘛 對不對 好那假設愛都沒看到世界各個國家 請問一下 當你的組織越大越穩的時候 有各個國家的人請問 是不是越紮實的被動收入 對嘛 其實你睡覺也會有錢嘛 而且記得一件事情 加入不用錢 記得一件加入不用錢 好那等你成為愛用走之後 來公司看一下吧 進入系統 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真的認真經營 想要多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麼累積分數換現金 或是有哪些東西可以學習 你就來中心看一下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認真經營的朋友 跟各位說一下 記得來成功學員看一下 來成功學員看一下 就是來了解一下嘛 除了成功學員之外 其他課程都是免費的嘛 所以 真的 我真的覺得 是個不花錢的生意 真的是個不花錢的生意 你就有一個機會 擁有你的被動收入 擁有你的總身份 只是 你願不願意做一件事情 行動而已 願不願意開口跟你的朋友 講愛多美德訊息 你願不願意發佈一個好的消息 好的情報 給你的朋友 甚至是陌生人 懂這樣概念 未來AI崛起之後 最近有一個新聞 大概十年內 會有兩百萬個工作 會被AI取代 這個是未來有人的預測 好 2016年的話 中國網購其實已經達到3.6兆 已經是所有 歐洲加美洲 加日本的綜合 所以中國的網購 是非常的發達 他們的互聯網 進入我們十幾年 他們的互聯網 是超過我們十幾年 甚至到15年 甚至到15年 好 好 那 中國齁 中國並不像台灣 如果你們去過中國 應該會看到 請問一下 中國有很多7-11嗎 沒有 有很多便利商店嗎 沒有 有很多賣場嗎 沒有 都是高樓嘛 所以請問一下 你想要買日常生活用品 你只好做什麼事情 購物 購物嘛 所以淘寶那些才盛行 對不對 淘寶那些才盛行嘛 好 原本美國是這樣 原本美國是亞馬遜 在2012年的時候 美國的亞馬遜是全球網購最發達的國家 超過中國 但是中國後來淘寶崛起之後 中國兩年內已經超越美國了 中國差不多有超過7億到10億的人口 都網路購物過 也就是將近一半的人 都會網路喔 將近一半的人都會網路喔 那請問一下 先兩項愛多美 價錢又便宜 然後品質又是專櫃的品質 請問一下 是不是兩項都符合網友最喜歡的內容 是 那另外多了一件事情 愛多美還會願意把他獎金的35%分紅 那請問網友 請問你今天是愛多美的消費者 你會不會願意再回到愛多美這個平台 買他的日常收藥品 請問你們會嗎 會 會嗎 所以一般的都會嗎 因為光這幾項 其實愛多美的回購率 有九成喔 回購率有九成 就是今天我沒有要贏 但是我還是願意買 我今天沒有要做 但是我還是願意買 為什麼東西好像那麼便宜啊 所以其實 不要講陌生這件事情好了 你跟朋友分享其實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請問一下 你想要什麼 美麗有錢健康年輕 你想要什麼 全部要 全部要好 那我 我認識一個公司叫愛多美 我家這個公司或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要不要聽一下 這樣 好結束吧 好 對嘛 就這樣嘛 所以因為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嘛 對不對 因為很多的人都用過產品 也真的覺得好用 然後也很喜歡做產品的分享 然後也真的可以幫你省到錢 再多了一件事情可以分紅賺錢 還多了未來的阿沙莫 請問 這麼好的平台 又不用錢 你也不用每個月買 那 就是一個很好開發的理由啊 我不一定要從陌生講起嘛 因為開發都一樣嘛 你今天不是跟朋友講 就是跟陌生人講嘛 那跟朋友講 是因為他對你的性能感高 陌生人是他根本跟你沒有性能感 為什麼我今天放這張圖 這張圖是韓國 韓國一家公司就是HMA HMA是韓國就是 很有名的金融界的一個公司 在群球大概有五百多個據點 那他也願意想要跟愛多美合作 除了阿沙莫之外 連信用卡公司 銀行都想要跟愛多美分配更 加入並不等於PV這件事情 就是 你當然是希望對方加入 是對他有幫助 對你也有幫助 不然你只是浪費時間 因為你沒有解決他這個問題 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愛多美陌生開發 就跟你跟緣故開發概念是一樣的 緣故很有 所謂緣故就是你親本好友 因為你親本好友 因為認識你跟你熟 他願意聽你講 但是陌生人願意嗎 不願意嗎 你要做的就是 快速的翻牌而已 請問對方如果告訴你 他不要接受這個資訊 請問你要怎麼做 換下一個舉手 換下一個舉手 好想要再繼續跟他講的舉手 好 好 其他沒舉手是怎樣 是只有我 是只有我跟舉手的上課 好的 我的想法是 換下一個吧 因為呢 概念一樣 人不能被水浮 記得一件事情 人不能被水浮 不然大家都 大家想法觀念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大家想法觀念都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 人是不能被水浮的 除非他 撞到 牆 他想要轉彎 那這個是我印尼開發的朋友 印尼也是陌生開發的 也因為我跟他開發 他幫我找了非常多印尼的朋友進來 他也非常喜歡用產品 所以我就跟他見面 然後教他怎麼開發經營 他中文很好又會寫中文 這個人就在現場 然後Rose他也非常認真 為什麼我一定要在這邊讚美他 他真的非常認真 他每個禮拜都會來這邊停課 都會來答應這東西 甚至他的朋友 夥伴然後有問題都會先上問我 他還自己成立一個印尼的群組 裡面都是印尼人 然後他就是發很多產品的使用心得等等 你覺得是不是要幫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再大聲音 再來就是觀念什麼意思 就是當你遇到的是跟你觀念想法 概念都不相通的人 請問一下你還要繼續講嗎 所以其實永遠都是心態 跟對方的觀念想法跟你有沒有交集 永遠都是在這裡 對 當你遇到有交集的人恭喜你 當你遇到沒有交集的人 就看你要繼續說明還是放棄 那我的看法是先跳過他 再去找下一個 為什麼 幹嘛浪費時間 當一個人觀念想法跟你不一樣的時候 如果你一直繼續講 請問 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會被你說成什麼 我拒絕要拒絕了 對嘛 會被你拒絕嘛 對不對 會被你拒絕 如果愛托美又是直銷 請問他對直銷的印象會 更糟 更糟嘛 那我們要做那樣的人嗎 不要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把一個好的資訊 跟別人分享而已 對不對 我們只把一個好的資訊跟別人分享 那這個資訊可以做什麼事情知道嗎 可以幫助這個人 省錢 還有一個機會賺錢 只要他願意換個牌子 他覺得有幫他省到錢 他覺得 他多了一個可以網路無條件 成本創業的機會 請問你是在幫他還是害他 幫他 對嘛 所以得失心幹嘛那麼重呢 這個人不想給我幫 那你就換下一個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業務任務其實是什麼 很簡單 業務其實在提供一個好的情報 其實愛托美是不是在做業務 各位 但是他又不太像啊 那很多的人都會認為一件事情 業務就是在賣 推銷 那各位 對於賣或推銷 你覺得愛托美 是不是賣跟推銷 不是 這個很多的看法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不同的看法 那我個人認為 我就是提供好的情報 你要不要隨便 對啊 你要不要隨便 你不要就算了嘛 因為全世界一樣嘛 沒有人討厭省錢加賺錢這件事情嘛 我們只是換個牌子 可以幫對方省錢 還可以一個機會賺錢 只是看他要不要而已 所以通常沒興趣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有三件事情 就是你 直銷我業務 為什麼會有你 對 沒有人在 就是 你原因是這樣 就是你把一個對的人 談到錯的人 那 台灣業務呢 第一個啦 對方可能也沒有業務的特質啦 對方也沒做過業務嘛 也沒業務特質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不懂業務的性質 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他才會反感 好 所以呢 愛托美基本上 莫生開發 就是跟這個小朋友的圖一樣 請問這小朋友在做什麼 翻牌 好 對 小朋友在翻牌嘛 因為他在想 哪一天可以翻到 黑桃A 其實開發 不管是你看到朋友 或陌生開發 你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翻牌啊 朋友其實也是一樣喔 因為朋友也會丟反對問題給你喔 對吧 那八十二十法是什麼概念呢 八十二十法是什麼概念呢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財富 是被百分之二十的人賺走 因為百分之二十的人 去做百分之八十的人 不願意做的事情 跟大家說一下 所有人都是因為有觀念 有觀念想法我才會去知道要行動 我才會養成一種習慣 對吧 所以你只要找到 想法觀念心態跟你一樣的人就好 想法觀念跟你一樣的人嘛 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行動啊 我願意註冊 我願意買東西 我願意跟你去中心看一看 我想了解 愛多美怎麼賺錢的 我想要跟你學習 我想要進系統來看看愛多美 我想要開始嘗試跟朋友開口 對不對 就會有行動 那在前面的階段 請你要確認一件事 這個人的想法 觀念跟你有沒有交集啊 所以其實陌生 不管陌生朋友都是在 都是在做判斷嘛 在翻牌嘛 你一樣 然後遇到對方是想要認識你的那個 喔 你是女生結果你反被打散 喔反行銷 喔厲害 喔 是因為你是女生結果 喔 自動上門 OK好 所以其實你就是翻到鬼牌啦 你就是翻到鬼牌 一樣喔 愛多美其實翻牌一樣喔 大家知道有鬼牌吧 請問一下翻到鬼牌你要做什麼 趕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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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態一樣 拒絕就是下一個機會 因為拒絕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 篩選 拒絕就是一個很好的篩選 因為我只要翻到對的就好了嘛 我翻到不對的蓋牌 翻到不對的蓋牌 翻到不對的蓋牌 翻到鬼牌趕快跑 翻到黑頭A 好好把握住 大家來中型啊 大家來參考學院啊對不對 所以概念是不是一樣 一樣嘛 好 那再來就是選擇是非問答 請問各位一下 有沒有在學校考過試 有沒有在學校考過試 好 有嗎對不對 好 選擇是非問答 請問一下最簡單的題目是什麼 是非 是非 是非對不對 最難的是什麼 問答 請問一下 你在開發愛多美的時候 你是找簡單題目做還是困難 那這麼困難的人 你要跟他講這麼多 你不覺得很累嗎 我還不如先把我該拿的分數把握住就好 最後因為我們快沒時間 所以我講大概稍微快一點 基本上這是你的舒遲軒 這是好事可能發生的地方 一樣概念 就是你敢不敢跨出你現在的環境去跳搓 你現在就有的框架 去嘗試你不敢嘗試的事情 好 但是那些東西也不一樣 剛開始你花很多的時間做 不好意思 前面可能要錢 好痛苦 有多少人撐得下來 多少人撐 這是你的考驗 但是你未來你組織越來越大 你的錢收入越來越多 等到你們都想成為尊王的時候 請問你的時間在這裡 你的收入在這裡 好 大家繼續思考 好 這個大家繼續思考 跟我們的收入結構其實是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愛多美就是一個最後手 因為什麼 愛多美其實它就是一個工具 請問 你是不是要選擇一個對的工具 再去做努力 還是你覺得選擇沒有比努力重要 有時候 有時候選擇比努力重要 對不對 對不對 請問你選擇一個錯的東西 你要賺到更多錢 你要很辛苦 但是你選擇一個對的工具的時候 你選擇對的 再去做努力 所以這句話送告各位 你能用救著自己去換一個新的未來嗎 不行 所以心態跟觀念很重要 心態跟觀念很重要 因為你有了想法觀念 你才會去做一件事情行動 那你才會有新的支持 好 張祖就是我們去參加成功學院 然後那個宜蘭的 中間這一位記得吧 知道 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 我也非常喜歡他的個性 對 以前是自動現在變鑽石 80歲的小 80歲的鑽石大師 那時候遇到他的忙 我們忙就跟他拍照 對 80歲都有機會成為鑽石 好 全世界最大力量不是原生 還是富利加時間 這句話是愛因斯坦說出來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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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看 對 我們來對 對